离队发展 就一直深陷舆论学 这二十二岁的 此前草 这样的局面 捆绑来袭的恶评 无计其数的黑文 走到哪里身后的 8月23日 河在北京举行 面试会 开始前发小插曲 大批入场粉丝 成为头戴黑帽子的女士 情绪激动 不失传 让现场一步混乱 是 了解 人便是 黑粉 此前曾在微博上扬言 要大 会 不过这一切都得意 黄豪把他回后 一个作品 完整 呈现在他的 前 我也很期待 我也没有站在舞台上了 因为期待 有说压力不大吗 不管期待 我来说就是 也挺大 因为毕竟 很久没有 在舞台上 然后 和他在一起 上舞台了 很紧张 这个我自己也知道 但是 跳着跳着上 就ok了 下上舞台 那也不算是 就我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舞台 那就是 就是 你怎么来 这么的一种 就说大家都是 创建你 很久了 你对那 说 你为什么还 对你的 手机 那我 我实际上 因为不管 死还是不死 不活 对我说 我只做我喜欢 其他 我喜欢 这个都不容易 去做这个 人生你肯 一样东西 连这个现场 你觉得活什么 没有意义 因为 就很关键 可能觉得 做人类 很有 商议 就 静下的身高 所以 离开 多了 就是 小鲜肉 肉 辣肉 辣肉 不能说 我 我有杀 杀 中国型的 歌手是谁 英雄 学到很多东西 像是 在每 都会 一个 在 在 那种 很 很 很牛的那种 可能一个人 拉别人 都要拉 但是 一个 可能 无法 但是他们能做得到 这些东西 然后上 那种 音乐节目 也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 就喜欢去做的那种 这 有很多 那个 上 次 次 都是同 那种 老百姓当中的英雄 他就是 可以像 很多 武器 他们的监 他 某某无 为 人民的付出 有明星 黄子他说 自己的偶像是周杰伦 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跟偶像 多半是 闪闪发光的属性 正是自己想 有的 比如 音乐节 周杰伦曾说 你听歌迷赞他有的音 很屌 同样 这也是黄子他 让日后 最好的 现在他 正在努力让自己 向偶像 偶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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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认识 可以 可以 睡得到 前 然后 就这个 你现在理解 你现在理解 什么样子 现在理解 凭心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然后又特别累 然后 少有人能理解 但是你上次的那种光华 还是特别想要 如果你 努力的话